中国房地产大亨张力承认曾未获取旧金山建筑项目许可而向当地一高官行贿 但他与联邦检察官达成协议将被免于起诉 据彭博社7月19日报道 旧金山联邦法庭的文件显示 如果延期起诉协议中所有的条件都得到满足 包括返还不当得利 针对复利集团联合创始人张力的案件将在三年后撤销 倘若美国指控的罪名成立 张力本可能面临长达20年的监禁 张力去年11月被伦敦警方逮捕 今年她同意被引渡到美国面临行贿的刑事指控 控方指 张力为获取一个商住综合项目的开发许可 向旧金山建筑官员行贿并提供回扣 联邦检察官称 现年70岁的张力当时在一名旧金山官员到中国度假时 为其支付酒店住宿费并总赠送了礼物 富利地产此前曾表示 你针对错误指控采取行动 等会儿